7月1日晚,北京广告协会明星代言规范围发布关于对中国内地男歌手蔡某某舆情发酵的风险提示 以下为全文 各有关单位 近日,中国内地男歌手蔡某某事件逐渐发酵 该事件有进一步炒作及扩大趋势 请相关品牌方、演义经纪公司、MCN经纪机构对中国内地男歌手蔡某某做好风险把控 特此提示 风口财经注意到,6月26日,有名为狗仔江小燕的网友爆料艺人蔡徐坤与C性女生发生关系,致其怀孕 并让女生独自去医院堕胎 据知情人爆料消息,2021年5月20日,蔡徐坤和C性女生在某KTV经朋友介绍相识 两人当晚聚会结束后发生了关系 时隔一个月后,C女士去医院检查发现怀孕 于是询问蔡徐坤怎么办 蔡徐坤当即反应就是让她打掉 7月5日,C女士独自去医院打了胎 据媒体综合消息,蔡姆得知此事后,怀疑C女士故意涉局想要敲诈自己儿子 于是询问了蔡徐坤当晚是否有采取避孕措施 蔡徐坤表示没有 针对该情况,蔡姆一边让工作人员联系C女士赔偿 一边让私家侦探跟踪C女士,在其家门口非法安装针孔摄像头 此事一经爆出,立即引发渲染大波 而对于此事,蔡徐坤方一直未有回应 据酒派新闻消息 7月1日,有网友称蔡徐坤豆瓣主业作品被全都清空 而她参与的综艺等作品演制员名单中,也撤掉了蔡徐坤的姓名 通过查询豆瓣发现,蔡徐坤豆瓣个人主页剪接内容还在 但1月作品下已无内容 此外,在豆瓣上,其参与的综艺偶像练习生 青春有你第二季,奔跑吧等演制员表列表中 也无蔡徐坤的姓名 不过,搜索浙江卫视官方网站蔡徐坤相关内容仍在 此番言论让网友们的视线转移到另一个角度 蔡徐坤被曝出此次事件后 如果属实,她的代言会被合作坊解约吗? 她需要赔付多少违约金? 据公开资料统计 短短5年间,蔡徐坤签约了近30家品牌的商业代言 其中,不乏高奢大牌 比如高端护肤品CPB肌肤制药 高端万表泰格豪雅 也有大众消费品百事可乐 安慕西酸奶等 而据猫眼专业白影人查询获悉 蔡徐坤目前身上的代言总计达43个 其中,最让人关注的莫过于Prada 近年来,这家意大利服饰香包品牌 为了吸引中国年轻消费者 驴履签约流量明星 但也驴履采雷 此前,Prada代言人郑爽、李一峰 都出现负面事件 Prada迅速宣布与之解约 也因此被网友称为代言人魔咒 据顶端新闻报道 一般情况下,一人塌房后 品牌商、影视公司、节目制作方或经纪公司 会依据与该艺人的合约进行索赔 根据法律规定 解除合同有两种方式 即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 约定解除是指合同中约定 出现某种情况时 一方或双方可以解除合同 明星他房时 品牌商界约常使用约定解除 品牌商与明星签订的品牌代言合同 广告代言合同 常有以下条款 一方明星应维护良好公众形象 不得出现违法失德等行为 否则 甲方、品牌商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明星他房 品牌商依据该合同条款解约 此时使用的正式约定解除 法定解除是指 出现了法律规定的情况时 即使合同没有约定 一方或双方仍可以解除合同 常见的情形如不可抗力 一方明确表示 自己不履行合同 一方持严履行合同 经过催稿 仍未履行等 此时 合同当事人就可以解除合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